Multiple Regression 指的是 跟簡單回歸不一樣的 簡單回歸是只有一個自變數 叫簡單回歸 Multiple Regression 指的是 你有多個 你有大於兩個以上的自變數 叫多重回歸 多重回歸這下問題 比上哪一些了 你有兩個以上的自變數 你怎麼算 你的手怎麼算 他也能夠用手算 你用什麼算 這下用什麼算 用電腦算 多重回歸就是你的P 大於1 多重回歸Multiple Regression P大於1 那其他都一樣 其他的話你一樣的 EY會等於 β0 β1 X1 β2 X2 βP OK 然後Epsilon呢 一樣具備四個基本角色 其放指揮領 變數固定 互相獨立 然後 固定 這個我先講 這個在後面有一節 會專門講這個 但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回歸模型的基本假設 適用所有的回歸狀況 一定是假設你的殘餘相是零星的 是剩下的那些銅板 它不應該剩下紙鈔 不應該你一千塊又花下去 不應該剩下幾百塊 還剩下幾百塊 代表你沒有好好運用你的金錢 代表你花錢的模式是錯的 有問題 懂得的意思嗎 正確的情況下 應該是只剩下大概幾塊錢 銅板 所以 殘餘相分析就銅板分析 它應該具備這四個要件 那其他都一樣 我們電腦呢 它 它可以變成一個矩陣 用矩陣去做運算 然後幫你算出它的 每一個係數的估算量 V0 V1 V2 V3 一直到Vp 等等 所以這個 它一樣是用的是 D square Method 一樣是用685個页 嘴底下那邊有一個D square 這個方法 去幫你做運算 我們現在看一個例子好了 看這個例子的話 大家會比較有些概念 大家看一下 686個页 這邊講有一家貨運公司 就像大龍貨運 像新竹貨運一樣 那每一部車子 每天呢 每一部車機出去 上面載滿了貨 這個貨呢 要挨家挨戶送到人家家裡頭去 送到人家家裡頭去 然後呢 車子要停下來 然後後門打開 然後把 某一個人的這個貨物把它拿下來 對不對 然後去按他的門鈴 如果大樓的話 要按一下 這個人不在 交給管理員 我這個人還在睡覺 等他下來 東西交給他 簽了自己後 車子再開走 所以 每一趟路啊 都這樣跑 每一次送到一部人家去呢 就是這樣做 所以你一趟路一出去 到底花多少時間呢 是吧 花多少時間 有沒有辦法去 做一個回歸模型回來 所以你看哈 就十五之一這個表裡頭 它的最左邊那一行呢 叫Driving Assignment 就是你的任務 你的任務編組呢 第一趟任務 第二趟任務到 第十趟任務 每一趟任務上頭 有兩件事 一個是呢 你到底走了多少mile 多少禮 那麼右手邊那個就是 你這一趟路出去到回來 你一共花了多少時間 這個花了多少時間 跟你走多少路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哦 雅全 有沒有關係 花一趟路 走多遠跟你這趟路 花多少時間 有沒有關係 有有關係 對不對 是什麼關係啊 把它回歸一下 就可以找出來 這樣知道嗎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我把這十個 十趟路 在687階上面 水平軸叫做 你走多遠 縱軸叫你花多少時間 所以你花了多少時間 事實上就是你的歪 你想了解 為什麼你花這麼多的時間呢 這趟路不應該花那麼多時間 你怎麼花那麼多時間呢 到底跑哪去啊 對吧 Y就是花多少時間 水平軸現在只問一個自變數 只用一個自變數去解釋它 就是你走多遠 走多遠 走多遠有沒有百分百 完完全全解釋你走多久 有沒有 可以完全解釋嗎 有沒有別的原因 我們先看一下這十個點 在687階上面這十個點 畫一條回歸過去 好像隱隱約看出來 好像還可以 你看這十個點是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畫一條回歸線穿越 好了 如果只用走多遠來解釋走多久 跑出來的結果 大家看一下688階 15日3那個報表 發覺它R2只有66.4%而已 然後也沒有什麼 outlier也沒有什麼 influential observation 然後你得到66.4% 你滿意嗎 在這個回歸裡頭 你用單一自變數解釋 你為什麼這趟路要花那麼久的時間 或花那麼少的時間 只用單一自變數 就是距離來評估你這趟路走得多遠 可是如果只用距離來表現出它的時間 來解釋它的時間的長短的話 只解釋了66% 滿不滿意 不滿意 所以管理單位還進一步在追查 他發覺我們現在可能還有一個自變數沒有考慮 他抓了一個新的自變數 X2叫Number of Deliveries 送貨次數 這一趟路你一共載了多少的貨品 每一次你把貨交給人家 要不要停下來 停下來要不要按下門鈴 要不要等那個人下來 要不要給那個人簽 那個人不高興 你今天怎麼來那麼晚 跟你大吵一架 甚至還被揍 結果處理好那件事情 有一個小時已經過了 你懂嗎 如果只碰了一個還可以 如果一天出去 一趟路出去碰了四五個這種瘋子 你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花了好多個額外的時間 這一趟路出去有很多的時間 原來不是花在旅途上頭 是花在跟人家吵架事情上 統統都算你這一趟路都花時間啊對不對 所以這麼一來的話我們發覺了一趟路出去 時間長短不完全只是由距離來決定 還跟哪件事有關係 跟你停了多少站 你停了站數有關係 因為每一站都要花一些時間處理的 對吧 那這個 他就把每一趟路出去 又額外多 記錄了一件事 每一趟路出去 你一共停了多少站啊 本來是只每一趟路出去 你一共走多遠啊 然後記錄你走了多久 現在又再多加一個記錄的 一個面向就是 你這趟路應該停多少站 所以你看第一趟路停多少站啊 停四站對不對 第二趟路停多少站 停三站啊 所以一樣這十趟 只是把原來這十趟裡頭 所忽略的 你這一趟路 每一趟路 停多少站的次數 只是多記錄一下這個而已 沒有多做別的事 然後你現在把這個站的站數啊 也把它加入到你的模型裡頭去 結果呢 你的自變數是不是多一個 多一個以後呢 你跑出來回歸模型啊 變成什麼 變成689月最上面十五日四那個 那個報表 阿斯克爾 抖然要升到呢 百分之九十點四 但是從六十六增加 增加了百分之九十點四 你非常happy 你發覺你找到了 你發覺不是只有距離 還應該再加上 你停多少站 還應該再加上 這兩個變數 一起 才能夠解釋 你的 走了多少的時間 花多少時間 可是對不起也只有百分之九十點四而已 不過百分之九十點四你滿滿意 買了 考九十分可以了 考六十分不好 對不對 六十六分不夠 九十點四分可以了 那你覺得除了這兩個變數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因素 可以考慮的 下回你可以計算一下 你覺得還有什麼東西應該考慮 這趟路我怎麼花那麼多時間 那哪些因素 交通狀況有沒有可能 好 還有那個時間點 時間點如果正好是上下班時間的話 交通擁擠 是不是 好 OK 所以 最簡 你看這這麼簡單明瞭 告訴你 你看看 你要解釋一趟路 花多少時間 除了距離之外 停的戰術 可能還有別的變數你可以加進去 但是這邊只討論兩個變數 你就可以得到百分九十點四 就OK了 事實上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考慮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十五張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確定系组 確定系组 它一樣是R square 我們都知道是SST分之SSR SST是 Yi-Y hat 分之 上 Y hat 取代了Yi Yi-Y 的結果 解釋 解釋 解釋的多少 這個當作R square 在我們剛剛那個題目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去算 SSR等於多少 SSR 多少 21.6 對不對 那 MSR呢 10.8 所以 一樣的 SS1 MS1 MS1 是多少 0.328 所以一樣的 我們可以透過 同樣的 像15.8 那個是指幫我們算出你的 你的SSR出來 那麼這個地方 有一個概念呢 叫做 Adjusted R square 調整後的 R square 所以我們課本呢 給它一個這樣的符號 所以你在 你在看報表的報表 經常看到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adjusted 上回跟你們講的時候 說呢 我們15張會來談 現在我們就進 這個 正式來談它 為什麼要有 一個調整後的一個R square的值 如果你純粹只是用呢 這個SSR就需要SST的話 你得到一個R square的值 Good Good enough OK 但是有一個弊端 什麼弊端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自變數 如果只放一個的話 我如果只放一個 我這個一個如果放得很好 可以解釋的程度很高的話 我R square值可以很高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啊 有一些人啊 他只要衝高那個量 不在乎那個品質沒有關係 我可以放10個 自變量下去 我這個可以放到20個自變量 即使這自變量的品質 沒有那麼好 不是真的能夠解釋到你的Y 我放多了 我放10個放20個 我一樣可以衝到R square值 可以衝到很高 甚至比你呢 90%還要是高 這叫人海戰術 就一量取勝 懂嗎 這是可以證明的 就是自變數越多的話 一般而言 R square值會跟著上升 記一下 由於有這樣的一個弊病 所以使得人們呢 為了要給老闆有所交代 那老闆 統計學沒有學那麼好 結果呢 他只看 他別人不看 他只看什麼 99 哇太好了 結果你後面放了30個自變數 那模型太複雜了 可是R square值很高啊老闆 R square值很高啊 我知道啊 因為你統計學得還不錯 你如果當老闆的人知道 R square值那麼高 不一定是好 因為你的自變數放很多啊 讓你R square值會很高啊 這是必然的啊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只看R square的情況下的話呢 就純粹把你自變數多放幾個 人家放兩個 你放五個啊 你自變數 你的R square值都比人家高啊 那你學過統計學 你學好了 對不對 你以後就不會只是看R square值高低 是 為什麼自變數多的話 為什麼R square值會增加 對不對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V0加V1乘X1 V2X2 一直下來到Vp乘Xp 這個不是Y hat嗎 減掉Y bar Y bar是什麼呢 Y bar我們以前不是說嗎 Y bar會等於V0加V1乘X bar 對不對 以前是不是這樣說過 單一次變數的時候 現在你如果是 你有好幾個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V1 還有 還有 還有好多個 我看一下 X bar 這先不要拐 你減一個Y bar 先不管別的 就先選Y bar 本來是不是只有這兩個 只有一個自變數 不是只有兩個而已嗎 現在多加一個 加三個 加四個 減的東西是一樣啊 欸 減的那個東西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不會因為你自變數越多 你的Y就會變嘛 你的Y是什麼 Y是travel time 花了多少時間 一樣是9.5個小時啊 你的自變數本來是只有一個啊 現在你的Y一樣是9.5個小時啊 你變成X1 X2 X3 你放了三個自變數看到沒 你一樣減的是同樣這個東西啊 你放一個的時候 你放一個的時候 你也減它 放兩個的時候 你也減它 放三個的時候 你也減它 你當然放越多越好啊 你放越多越好的話 你這個值不就越大了嗎 看到沒 不過在什麼大都不會比它底下的風波還大 那總之我可以衝高 我就不斷的灌水 只要把它衝高就行了 衝高以後我R square就變很大了 看到沒 我R square變大的話老闆很高興啊 所以說才有必要 去把R square的值做一點調整 那調整的地方一定是跟你的P的值一定有相關 也就是說你的P如果越高的話 代表越怎麼樣 P是什麼意思 P是自變數的個數對不對 自變數的個數如果越多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你越有灌水的可樂 所以我們調整的時候一定要把自變數的個數要放進來 那它調整用哪個式子來調整呢 所以看一下15是9 696那個式子 所以1-R adjusted 這個式子你把它展開會變成什麼 1-R square adjusted會等於1-R square乘上 N-1-N-1除以N-P-1 所以 各位同學 課本是寫這個式子 15是9這個式子 事實上是等於 左左邊這個式子也等於上面這個比例的式子 所以 你看分子呢是N-1 分母是N-P又在-1 顯然這個一定大於1 因為這個量比較大 這個量比較小 那這大於1的話 所以這個量會比較大 這個量比較小 所以顯然R square adjusted一定會比R square還來的小 看到沒 這會比較小 這比較大 也就是說 adjust the R square是 是trim以後 把一些fat 把一些沒有必要的肥肉把它稍微剔除一下以後 所以剩下的值 那才是比較貨真價實的 所以它的值 它已經把它給金化了 煉化以後的這個R square的值 一定比原來的R square還來的小 那1減掉比較小的值 所以這個分子一定比較大 比分母還大 所以這個值一定大於1 那你如果記課本那個式子是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從這邊推過來的 那你記上面這個式子可能會比較好記 所以你看同樣的那個 你用0.904下去 去15至9這個式子去計算 你會發覺1減掉0.904 再乘上10減2減1分之10減1的話 那從1再扣掉 你會從0.904調降到0.88 所以adjust the R square的值一定會比 沒有adjust以前的R square一定會來的小 不會在0.904的 變成0.88 那去理解它 在理解它來講的話 你可以說 我扣掉adjust the R square的值 所扣掉的東西會比呢 沒有adjust以前扣掉的東西還來的多 所以換句話adjust the R square的東西是比較 比較精的 練過以後的東西雜質去掉 去掉一些雜質以後剩下的東西 就是剩下的東西比較少 以減掉它的東西比較多 不過我能夠再只是看 純然看SSR 你如果純然只看SSR的話呢 我這地方容易 容易 容易因為B10 B1 B2這個項目很多 會使得這個量啊會變大 這個量變大的話呢 它會使得所佔的分母的比例會增加 那我為了要避免這樣的弊端 我去發覺有這樣的關係式存在 那這個關係式存在 發覺說你的P越放大的話 你看P越多 P越多對不對 這個分子是不是變什麼 這個變小 是不是變小 分子變小整個 這個N-1不變啊 所以整個這個比值是不是增加 變很多 變很多的原來是因為什麼 除了原來R square之外 有一個量呢 它也可以形成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不要再看原來這個R square的值了 我看Adjusted R square的值 因為這個Adjusted R square的值 有把P放在這裡頭考量 把P放進去 把P放進去 你P如果增加的話這個值越大 越大成長一個同樣的東西 整個這個值會被扣掉的東西會變小 那這個計算的方法 存在是把P放到這裡頭來考量 也就是說你P不要放太小 不要放太多 P放多固然R square會增加 可是P放多的話這個值呢 整個值會變大 它也會抵消掉你R square的那個量 會讓你R square的值啊不會那麼漂亮 這個存在就是去調整 意思就是說其實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你P如果等於1的時候 P也很小的時候 假如P也很小的時候 P如果等於1 很少的 這個比子不會太小 這個比子不會太小 你就不會抵消掉R square太多 P如果放得越多 你自己想想看這個值會怎麼樣 這個值會變大 變大去乘上1-R square的值 整個這個值是會變比較大 減掉比較大的東西 這個值是會變小 那為什麼是會變小呢 原來是因為你P增加的東西 注意喔其他都沒有變喔 R square N都沒有變喔 純粹就是你P增加啊 你看整個這個字是哪個東西變的 R square沒變啊 R square是原來的R square 就是你的P多少會產生不同樣的R square的值 它讓你自動去抵消掉你的R square的值 那意思就是說把你不應該放那麼多的自變數 那個由於自變數增加做產生的灌水效應 把它給抵消掉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產生一個新的R square 這個新的R square的計算方式是這樣算的 是因為人們發現有這樣的比例關係 所以這個新的R square呢 是這樣得來的 這裡頭有把P 也就是自變數的個數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會限制人們 你不要放太多自變數 你放太多自變數 所沖出來的R square不是真正的R square 什麼才是比較貨真駕駛 Adjusted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這個值是什麼算的呢 透過這個式子算的話 顯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把P的效應把它放進去 P效應放進去 你就不會顯示出 那麼多的灌水效應出來 灌水效應把它過濾掉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繼續看了十五之四的 這個就是我先前講了 你的Model 你的Model呢 你的Model呢 因為你先前已經做了四個基本假設 Epsilon一樣是常態分布 第二個 期望值一樣是你 第三個 變異數都是固定的 第四個 所有的Epsilon都互相獨立的 對不對 跟Simple Lineal Regression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就不再多說了 然後 因為你回歸模型是適應所有的一切 所以 不會因為你自變數的增加呢 會影響到你模型的 原案的假設 所以那四個基本假設 大家記得就好 我們先來看 F-test F-test要test什麼東西呢 注意一下同學 你看它這邊的test 是Overall Model的test 注意哦 它的test是test這個東西 Beta1 Beta2 Beta3 一直等 等到BetaP 通通等於0 整個模型 Crash 整個模型通通都無效 所有的自變數 通通不應該在模型裡頭 所有的Beta同時等於0 意思是說 所有的自變數都不應該存在 是這個意思 整個模型都垮掉 雖然這個檢驗呢 不是那麼有說服力 事實上很多的模型呢 是什麼 是其中某一些自變數 不應該放在這裡頭 知道吧 那有些自變數還是應該保留的 可是你看它這個 假設是假設 所有的自變數都不應該放在模型裡頭 你看到沒有 Beta1 Beta2 Beta3 意思到BetaP 每個自變數都應該等於0 每個自變數都不應該放在模型裡頭 它是假設這個樣子 看到沒有 這個假設要怎麼檢定它 你拿一個F MSR MSR除以它的自由度 各位同學MSR的自由度等於多少 就我們先前 簡單回歸的時候MSR自由度多了 還記得嗎 是不是1 現在你不是只有一個自變數 所以你的自變數 你的自由度是多少 P P OK 除以什麼 除以MSR 這都應該是MSR除以P MSR都已經除過了 叫做什麼 叫SSR除以P SSE 除以它的自由度多少個 反正說我們這個自變數的時候 自由度是N-2 現在你是P個 所以它自由度是N-P-1 那 你看看 這裡頭 其實你看 1i hat 減掉y bar 各位同學看 這個東西啊 sum up起來 這個東西是V0 加V1 乘以X1 加到VP乘以XP 同學你看 這裡頭有幾個 幾個係數啊 是P加1個係數 對不對 P加1減掉y bar減1 所以為什麼你 這個是SSR 為什麼你SSR的自由度是P個 為什麼是P個 是因為這樣看來 是這樣看來 SSE呢 是這個樣子 那個y hat 是V0 加V1 這邊一樣是P加1個 這邊有N個 Y是不是有N個Y N減掉P加1 是N-P-1 所以SSR的自由度是N-P-1 你是這樣看 對吧 所以你的F啊 這個F這個減定統計數 SSR除以它的自由度P 再除以MS1 也就是SS1除以它的自由度 所以就形成了15-14的那個式子 原來是MSR就除以MS1 它的自由度是P 還有呢N-P-1 這個看15-12 還有15-13 這兩條式子 MSR跟MS1 可以看得出來 那就這個題目而言 所以看這個 卡車一出去 卡車回來 你拿兩個字變數 Miles Deliveries 兩個字變數放下去 解釋的R-square值 90.4% Adjusted R-square值 只有87.6% 剛剛算是88% 那是45-15 得到的結果 現在我們把呢 Nova table裡頭的值呢 去除除看 你看看MSR得到多少 在這個table裡頭 15-16這個table裡頭 MSR是多少 10.8 那MS1是多少 現在MS1是多少 12.8 12.8 那你一除 除出來F值是多少 32.88 32.88 那32.88 就可以開始一看 你不用查表 你看右手變成P-Vari 就知道了 P-Vari小還大 小代表什麼 以後人家說P-Vari越小 你不要馬上說拒絕 你要更深一點的答案 給它 P-Vari越小代表支持 H0的程度 那個力道越小 對不對 P-Vari小 都一定代表說 你這個 你的觀察值啊 越向外邊靠 越向外邊靠去 越不支持中央嘛 H0所在地支持中央嘛 對不對 所以你P-Vari越小 代表什麼 反叛性越高啊 你懂的意思嗎 代表支持中央的力道越小 所以P-Vari代表支持中央的 那個力道 那你看P-Vari很小 代表不支持中央嘛 不支持H0 中央在哪裡 你看 中央在這邊嘛 你H0說 H0說Beta等於多少 Beta1等於Beta2等於什麼東西 那你得了值 你看 在這邊 這個就是你的P-Vari嘛 P-Vari越小代表你這個臨界點 一定越往外邊靠 代表跟中央之間的差距越大了 所以P-Vari代表什麼 支持中央的程度 是不是 那很小 但代表它支持中央的程度很小 所以P-Vari要這樣理解它 支持H0的程度 是這個意思 P-Vari就是支持 Supporting In support of H0 No hypothesis的程度 就是P-Vari 那P-Vari很小代表呢 不支持H0嘛 對吧 所以你就可以把H0拒絕 這樣理解它 會更加覺得統計學有意思 不是只是在那邊背一些東西 你覺得原來假設簡易是這樣來看 可以這樣理解它 好那看報表 它幫我們跑出來的結果 讓它看一下 Nova table就是不寫了 702頁最上面15之3那個表 那麼再還有一個概念叫做T-test T檢定 T檢定是 模型去做檢定 T-test是針對個別的 個別的Beta-i 個別的自變數 Ee加於檢定 前前我們講過的 T檢定 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就找Bi去除以Sbi OK Bi是Di個自變數前面的係數 除以Sbi 就是除以這個係數的 的這個Standard Area 的標準 標準 標準差 對它的標準差 那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除以它 得到一個T-value 這個T-value 你看 大不大 那你看就可以了解了 就可以查表 或者說直接的去 去看它右手邊的那個P-value 同學你看看701 15-16那個報表 15-16這個報表 你看看 你有兩個自變數 一個是Miles 一個是Deliveries 第一個自變數 Miles的T 是6.18 你看它6.18 你要不要去查表 如果查表可以 你要去查 查那個自由度有幾個 現在這個 同學你看 這裡頭的自由度是幾個 這個T的自由度是多少 由S決定 S是幾個自由度 N-P-E 對不對 因為MSE取代它 所以N-P-E N-2-E 所以是N-3 現在N是多少 10 10-3 所以自由度是7個 T的減定的時候 你查表是7個自由度的T 那麼 第二個的時候 Deliveries也是一樣 你一樣是用MSE 交易取代它 一樣自由度是N-P-E 10-3是7 但是你查表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最簡單方式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這本書 或者現在學統計學 都非常強到P值 你看P值 你發現兩個的T值的 右手邊那個P-Vari 都非常小 看到沒 都是小數點後面 兩位三位都等於0的 這代表呢 P-Vari非常小 支持H0程度非常小 也就是拒絕H0力度非常高的 所以你可以解釋P-Vari是支持H0的力道 也可以解釋成為推翻H0的力道 不支持H0的力道 現在不支持H0的力道非常大 所以事實上Veta1等於0 可以被拒絕 Veta2等於0 這個H0也可以被拒絕 兩個T減定都可以這樣得到 那所以你看底下呢 他這個SB1SB2 都可以幫我們得到這個結果 T-Value T-Value你看T102也最底下那兩個行 T6.18是怎麼來的 還有T4.18是怎麼來的 通通都是他的值 就出於他的左左邊 Coefficient是出於他的Standard Error of Coefficient 看到沒 Coefficient出於Standard Error of Coefficient 還比說像Miles那個 是0.061135去出於0.009888 得到結果是6.18 是這樣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算出那T-Value出來 那你就做些檢定 你決定要不要拒絕 我們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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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接著